我国政府正式对涉及伊玛公司弊案的高盛集团采取刑事诉讼 向旗下三家子公司发出传票 案件将定于9月30号进行案件管理 首相敦马迪医生证实高盛集团曾经献议 以10亿令吉赔偿作为庭外和解 不过政府认为这1.2钱微不足道 根据彭博社报道 我国政府已经向高盛旗下三家公司发出4张传票 高盛代表律师郑宝德证实 上个星期已接获3张传票 还有一张传票还没收到 他向推示指出 由于控状不完整 加上当事人在管辖范围外 因此要求3个月时间准备 地庭法官随后则定 9月30号作为下次的预审日期 首相敦马迪日前接受美国CNBC专访式形容 高盛曾建议以10亿令吉作为赔偿 有如花生米 区区小数并不足够 他认为高盛集团为伊玛公司发行债券的不当行为 导致大马损失75亿美元 相等于大约311亿令吉 去年12月17号 我国政府对高盛集团三家子公司提出形式诉讼 指在发行65亿美元债券时误导投资者 这是首次有一个国家对美国投资银行拒搏 提出形式起诉 马西社新闻台综合报道